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美国万豪酒店5亿顾客数据泄露事件 丝毫又有新进展 万豪表示泄露的档案数量降至3.8亿份 但其中包含500万个未加密的护照号码 分析指情报人员可以通过护照号码轻易实时跟踪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号发布赴中国参加经贸磋商的代表团名单 当中包括6位副部级官员 白宫以及各部门还将派出高级官员随行 中美将于1月7号到8号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将率领美方工作组访华 与中方工作组就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重要共识进行讨论 代表团成员除了领队的格里什外 还包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多德 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外国农业事务部的副部长迈金尼 美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卡夫兰 美国能源部负责化石能源的助理部长温伯格 以及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马尔帕斯 共六位副部级官员 此外 白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美国农业部 商务部 能源部 国务院以及财政部 还将分别派出高级官员随行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临时拨款法案 容许停摆的政府部门运作到9月底 而对国土安全部的拨款则维持到2月8号 众议院当天投票分别以239比192票 以及241比190票 通过对国土安全部的13亿美元拨款 和农业部等部门截至2019年9月30号的财政年度拨款 但其中没有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 要求的50亿美元边境围墙拨款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早前重申 参议院不会考虑和讨论任何白宫部同意 和特朗普不会签署的法案 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劳工市场调查数据 反映的趋势与近日的经济转弱数据背道而驰 12月份的非农业职位大幅增加31万2000个 远好过预期 增长速度是过去10个月以来最快 去年全年美国经济创造了264万个新职位 高于2017年的220万个 也是2015年以来最多 失业率则回升到3.9% 高过预期和11月份的49年最低位3.7% 但这是由于大量人重投劳工市场 有助总工作人口历史上首次突破1.5亿人 劳动人口参与率明显回升到63.1% 工人的薪金增长也再度加快 按月增加0.4% 好过预期的0.3% 年增3.2% 同时增聘人手的行业广泛 建造业摆脱11月份的恶劣天气 聘用再次提速 制造和零售等行业也大举增聘人轴 3日由民主党控制的17个州提交告知 将就联邦法院近期对奥巴马健保 违宪的裁决进行上诉 可能会导致一场需要最高法院 做出裁决的漫长法律争斗 加州总检察长贝塞拉表示 将通过向路易斯安娜的 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庭上诉 称这17个州是替依赖医保的美国民众发声 2018年12月 联邦法官李德·奥康纳裁决奥巴马健保违宪 由共和党控制的20个州随即起诉 要求推翻奥巴马健保 据悉 众院民主党人将在下周投票已介入此案 并将迫使共和党议员 再次就奥巴马健保问题投票 这起诉讼或导致奥巴马医保 第三次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 此前最高法院在2012年支持该法律 裁定强制购保条款输税收 而国会有权征税 并在2015年支持该法对低收入 和中低收入者的补贴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潜藏着多条断裂带的加州一直是地震高危区 洛杉矶市长贾希提三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透过媒体向洛杉矶市民推出一款洛杉矶地震警报手机应用软件 Shake Alert LA 据悉该软件与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早期警报系统相结合 据悉当五级或以上地震将要发生 它可以在地震发生前5到10秒发出预警信息 让民众有时间和机会寻找掩护的地方 该软件可以在安卓或苹果手机上使用 目前仅应用于洛杉地区 同时还会推出西本亚语版本 除了报警功能外 这款应用软件还提供很多和地震有关的资讯 例如如何做好地震发生前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如何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灾后如何与亲戚家人取得联系 以及过去几年的地震分布图等 此外 位于南加州摄莫尼卡市 也计划尽快推出地震预警手机程序 Quake Alert试用版 共附近10万居民试用 纽约市议会于去年7月通过新法 严管短期租屋网站爱比营等短租房 要求通过这类网站出租房屋的屋主 必须提供租屋地址 屋主真实姓名 以及屋主地址等信息 给予市长特别执法办公室备案 为者最高将被罚款2.5万美元 法案原定今年年初开始实施 然而 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法官恩格梅尔 3号做出粗步裁决 同意爱比营等公司 此前提出的禁制令申请 因此该法案在最终判决下达之前 不会生效 恩格梅尔还表示 爱比营等公司很有可能胜诉 因为此项法律涉嫌违反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有关侵犯公民隐私的原则 另一方面 纽约市长白思豪则表示 纽约市的法律是为了阻止 房东创造事实上的酒店 这种行为是不公平和非法的 白思豪还表示 相信纽约市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据悉目前此案件还在审讯当中 在双方交换完证据后 法官才会做出最终裁决 3日下午 佛罗里达州发生多车伤状事故 其中包括两辆运油车 导致约189升燃油泄漏并引发大火 造成至少7人死亡 8人受伤 据悉 事发于3日下午3点40分左右 地点位于75号州级公路阿拉楚阿镇 至盖恩斯维尔市路段 阿拉楚阿镇消防部门确认 事故造成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5名儿童 以及2名卡车司机身亡 另有8人受伤送医 当地媒体指多人伤势严重 据悉 相撞车辆包括2辆运油车和2辆小型客车 事故导致约189升柴油泄漏并引起大火 目前大火已被扑灭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号的撞车事故是自2012年1月以来 在阿拉楚阿镇州级公路上发生的最严重事件 2012年事故当时有11人在车祸中上升 2012年的事故发生后 当局立即安装了摄像头 传感器和大型电子指示牌 以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美股在经历暴跌之后 4号上演大力反弹 推升市场信心的 除了非农业就业数据量力 美联储主席的鸽派发言也是主要因素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局方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 也感受到投资者的忧虑 未来在审视加息的时候会更有弹性 今年的货币政策会以耐心应对 同时如果环球局势对美国经济状况有疑虑 局方会像2016年当时一样终止加息 当天公布的去年12月就业数据 增速是过去10个月以来最快 也提振了市场信心 加拿大媒体3号引述加拿大外交部的声明指 自华为高管孟晚舟去年12月在温哥华被拘押后至今 已经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捕 当中8人已经获释 加拿大方面没有透露这13个人的身份 但有官员向当地媒体透露 现时大约有200名加拿大人因各种各样的理由 在中国被拘捕 其中大多数以保释或背叛还行 而相比之下 共有约900名加拿大人在美国被拘捕 针对加国媒体的报道 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 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都是依法进行的 同时也会在处理过程中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 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